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24日 我們首先就知道了政府所謂的谷針這件事是不存在的 林鄭月娥已經說過很多次 但是東方日報是屎心不適 不斷抹黑政府 就說政府谷針 怎麼會谷針才行 政府辦事這麼有效率 一國兩制有行之有效 行穩自願自有機有永有基本法 所扶養得到萬利率得人心 所以是不會有谷針這些東西的 不過今天就看看那些人如果有些東西要選擇的時候 他們會怎麼選擇 最近就看到這個調查報告 那裡的問題就是 如果因為工作關係要打疫苗 但是身體情況不適合你會怎麼選擇 當然啦 就看看你什麼工作 例如你腰痛的工作 有時候接觸很多人 那可能要打疫苗啦 不知道的這些 只不過我覺得挺有趣的一件事就是 那些人都比較天真 天真爛漫 那你見到那裡有差不多五成的人 就說相信可以申請豁免 你真的相信可以得到豁免? 而照打疫苗呀 即是8.8%的就播得 那至於其他那些人都是15-16% 挺有趣的一個option就是 到時再決定 其實到時再決定什麼? 放在你面前就只有兩個選擇的 因為這條題目是 如果工作關係要打疫苗 身體情況不適合 那你一是就要工作 一是就要疫苗的 對不對? 即是你一是持工 如果不是就要接種 目前來講 它是一步步這樣踩過來的 所以這個都是偽命題 偽選擇 即是為什麼? 到時再決定 那你都要下決定的 於是乎 你就去到二選一了 你明明整件事呢? 它那個排序 其實應該是3412那些 什麼叫3412 首先 相信可申請豁免 喂?醫生不知道怎麼豁免你 即是覺得你沒有病沒有痛 喂!如果寫假醫生之各樣的 那些 我要背非各樣的 沒事的 你去吧 去那個你而已 雖然 有個58歲的 那中了一封 瑪麗的先鋒 瑪麗急先鋒 於是乎我們就下另一個選擇了 到時再決定 那你都要決定的 於是乎 你是做 還是不做 預宴那些 你月尾不跟我打齊 去死吧你 他沒有這麼說 你放他不是這麼想嗎? 不過他又不會去咒你屎的 只不過就是說 你不要在我這裡做了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至於你說 預宴搞抽獎 又可能是給員工豁免 都是偽命題 到時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申請不到豁免 所以相信可申請豁免 還有五成人 而且是最高的一條藍色巴 實在是太好笑了 還是他們主觀意願 覺得自己是可以豁免 那份工作 還有暫時來說 還是工作 之後 日常生活 所需各樣 都跟這件事掛勾 最出名的 最厲害的一件事 是什麼? 就是掛勾 所以 去留之爭 是沒有這件事存在的 有什麼說去和留之爭 是不是? 留下 就接受 就這麼簡單 接受什麼? 首先 你就去看看有沒有得豁免 沒有得豁免 那就到時再決定 決定 決定什麼? 到底是轉工 還是照打疫苗 不轉工 那就照打疫苗 萬一轉工 好了 那我跟你說 份份工都要打疫苗 那你就又去打疫苗 好了 當個客人硬正 選擇 我轉工 都不轉了 不做事算了 這樣就OK 但是 接著 你可以不去公共場所嗎? 你可以不去街市買東西嗎? 可以不網購嗎? 可以不外賣嗎? 甚至乎 可以不旅行嗎? 好了 到你都不行了 好 不准呼吸 這個就是最後一步 逐步到位 慢慢 這些就叫搞索 慢慢搞下搞下 搞到最後一步 所以目前來說 市民仍然是享受著100%的自由 他們是有選擇的 就算去到最後一步 你都可以選擇不呼吸的 這個世界永遠都有選擇的 所以政府是沒有谷針 這種行為的 一國兩制是行之有效的 行穩又致遠 自有機有 永有基本法 所賦予行得通 辦得到 也都非常得人心 所以大家就不要經常說 什麼谷針各樣的事情 講到這裡 以下下來 我會在社群貼一條副頻道出來 希望大家去訂閱了 那條副頻道先 因為不知道他會不會限制我出片 現在 十條片十條都黃了 雖然大家仍然可以錄廣告 但是新片呢 就只能夠在Patreon 或者是副頻道那裏上載 如果他突然間禁我 可能一星期或者一個月 對不對這樣說 所以大家呢 就去下面那條link那裏 按了進去 其實都一樣名的 叫做雞骨草爐 你都可以啊 打這四個字 三顧茅爐的爐 那走進去 你會見到 有條副頻道 希望大家訂閱啦 純粹為噓片 萬一啊 有過渡期的話 都可以在那邊 上載啦 好啦 天真的理啊 認為 就可以豁免各樣那些 但是咦 最近 其實之前我也在想 嘩 有沒有那麼離譜的 因為他說呢 你那些自願檢測各樣的 沒有啦 沒有得免費啦 自費 嘩 這麼孤寒的 公帑都不浪了 嘩 嘩在想著 你又要求人家做事的時候 要檢測 檢測你又不支助人家 要人自費 啊 猶人 是不是 啊 接種吧你 接種不需要咯 如果不是 每個月食窮你 喂 那變了啊 你又就是要給錢去接種 那意思的 因為你不接種呢 逐個月逐個月計錢 到逼到你走投無路的時候啊 這裏又封了牆 那裏又封了牆 那裏又封了牆 然後何君堯跳出來跟你說 一萬元一劑 啊 你是不是糟糕啊 那所以我就說咯 你們那些 都還要賺食的 粗粗的 那快點去啦 接種完 七成群體免疫 啊 但是又要跟他說啊 香港的勞動人口呢 就只有三百萬 那三百萬 是不是都依賴啊 接種才有得開工呢 就未必的 那所以 比你去到四成接種率 很厲害的了 其他那些 啊 老人家啊 老藥傷殘各樣啊 看怕他們那些呢 就未必說肯接種的 現在就是咯 大學那裏 上課各樣而已 說要接種疫苗 如果不是就要檢測 檢測要怎樣啊 自費的 自費武功啊 這裏 履業地盤工不滿地說 因為怎樣啊 非針即檢啊 而且 檢測是需要自費的 東方日報揭露的 他就說 疫情未平定 不少行業啊 都被列入特定的群組 需要定期的檢測 例如 地盤啦 旅業啦 食肆那些 但是按政府早前的宣布啊 建造業工人 和本地的旅遊業啊 如果沒有醫生證明書的話呢 證實他們健康理由 可以不移接種的話呢 又沒有這個接種紀錄證明書啊 都需要自費檢測 嘩 真是轉行啊 而地盤工剛好就是呢 香港來講其中一行啊 都叫做高薪的職業來的 不過辛苦錢啦 血汗錢 那都對的 你想想 旅業那邊啊 即是你說 為何找這些人去欺負呢 很欺負 這麼簡單 旅遊業那些有資的嗎 地盤工人 巴基斯坦籍那些 尼博爾那些 我們不Stereotype啦 但是啊 還有遮遮啦 我記得啦 那些遮遮外容啊 都要檢測 是不是啊 不是為了防疫 而是為了 快點銷售那些東西 是吧 講業績的啊 所以啊 那些旅業地盤工人 麻煩你接種 林姓建築工人 花港貨車司機那些 我還記得那幾單麵毯 還有一個電工人 那個呢 就搭橋而已 你麵毯啊 都沒有說 一輩子的 搭橋那些 就真的沒有了 那條腰下面 都可能不能動 你有什麼辦法啊 心臟有事那些 沒得搞的 叫了你不要吸煙的 就是這樣咯 那你地盤工人 這麼大隻 那打些時候 真真的時候 應該都不會有事的 有事算你不幸 是不是這麼說 旅遊業那裏 你經常在烈日當空那裏 那裏 大團各樣 又有通關的需要 那你份工啊 有這個需要 你就去接種咯 所以啊 你見到那裏 那麼多人的時候 都叫 衝撐一下場面 有些人數咯 但是不排除 有些人啊 剛才那個option是什麼啊 選擇轉工啊 喂 那到時 多足少啊 會不會其他行業那些 搞到很多人 突然間轉行應徵啊 你是不是搞亂個場啊 那原來啊 現時呢 那根據女業總會啊 那些搖屍、榮、梁方苑那些 那些 他就說 本地團一日啊 工資呢 500元左右 計算一個月15000元 如果從業員要自費240港幣 去做檢測的話呢 費用 以達半日的人工 還有女業啊 已經五勞七傷了 這樣就是要你命三千 那你不可以這麼說的啊 各行各業有哪行不淒慘才行的啊 你女業特別好嗎 不是啊 那所以啊 我覺得沒問題啊 啊 抓那些旅遊業的朋友去就對了 另外啊 姓梁那個又說 業內很多人都年紀較大 有些又患長期病 要長期服藥 那你就問醫生意見了 是不是 不過 他說很多醫生呢 都未能夠很準確很明確地回答 我回答你咯 沒事 去吧 雖然我不是醫生啊 那有地盤工人就直指 定期檢測啊 是強制性 不應該由工人自費的咯 這樣的時候就多一重的費用咯 是啊 就是要你多一重費用咯 所以啊 你那幫傢伙 做得這行 算你不幸運啦 是不是這麼說啊 你又快點啊 去打蛇猛珍珍 衝刺一下場面 成為這個業績和數據的一部分 我都說了 你們快點去 申完之後啊 那就是群體免疫的咯 我很鼓勵人快點去的啊 你們快點去啊 知不知道啊 就是這樣 不過如果有人想寫遺囑的話呢 你知道我做指責的啦 可以問我幫幫手 雖然我不是專業律師啊 有沒有效的 啊 不要緊啦 寫了一張好過沒有寫的嘛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